OK 來 阿兒姐 換妳來 妳的衣服比較軸 很漂亮 所以妳現在身上穿的 就是當年的秀服了 對 這個身材火辣的 現在胖了 這樣子看起來要差一倍 以前這個身材比較好 妳看這個衣服這麼小件 這個 所以表示這件衣服彈性很好 彈性還不錯 這個衣服還 那生縮的 今年63歲 可以維持當身材 跟美人一樣 很美 好不好 今年23歲 大家都保養得很好 還好 這一件 這件婚禮就可以了 這典型的親家母的衣服 這個 對 送客的 親家母 可是我穿這個會不會 比媳婦漂亮 沒有 妳如果有一天 吟蔚嫁人的時候 穿這個 對啊 很棒 這樣好嗎 會不會太暴露了 吟蔚就穿妳現在身上這一套 現在的年輕人 哪裡要穿妳的衣服 我以前作秀的時候 大家都給我取一個外號 好討厭 我十八歲的時候 大哺乳 以前秀場都會有一些名號 像我姐那時候的 稱號是什麼 開不吒 開吒女王 開吒就是 因為衣服都開吒開很高 把屁股當大腿用有沒有 沒有 以前 吹雞也是這樣子 因為以前 身材真的腿很長 對啊 因為我以前本來吒就有開到這裡 然後有一次 因為舞台太滑了 太滑了 因為有時它會打蠟 你知道 我們宰哥宰舞一跳 哇 雪 什麼 哎唷 開到 開到 真的 開到 怎麼辦 你就繼續唱這樣子 裡面有穿肉胎 很好 你知道嗎 我們會抓那個裙子就這樣 扭來扭去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穿幫 其實我心裡有數 我也穿那個肉胎 肉胎 但是就像小亮他們這種 說諸葛亮他們一出來 就趴在地上訪問 你知道嗎 煩死了 因為我們一定要假裝說 穿幫了 那個觀眾就這樣 穿幫就好 然後他們在組織 觀眾也是這樣子 一直在推眼鏡 尤其是賀一航大哥 跟祝賀亮大哥 最喜歡趴在地上訪 哥哥的心 對啊 他們好喜歡這樣 他們兩個就躺在地上訪問 我說幹什麼 他說 這樣看比較漂亮 這樣看又比較春風 他就是引觀眾的好奇 好奇 讓他們一直看 對 你們兩個夜轉 他們的眼睛代替了觀眾的眼睛 她的意思 她是開剎女王聽起來好聽多 妳剛剛說妳那個什麼 大哺乳 哺乳動物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作秀一定要穿禮服 就是舞台上 要亮 藝人在舞台上 藝人就是藝人 不能隨便穿便服 對 一定要漂亮 而且一定要穿得很暴露 那時候競爭很厲害 這一張是我19歲 在印尼的天宮夜總會 我到印尼唱歌的時候 19歲 其實我會進入秀場 是因為我 17歲的時候 參加全國歌唱比賽冠軍 對 然後那時候得到冠軍以後 我就在台北市一天唱12家 從國之兵夜總會什麼 米高美舞廳 金晴精靈 凱撒林西山廳 就一天唱12家 就開始我的唱歌生涯 真的很辛苦 後來因為經紀人覺得說 我會唱這麼多歌 是不是安排去國外做秀 比較好 所以後來經紀人就安排我去印尼 我那時候去印尼唱歌的時候 19歲去印尼唱歌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台灣歌星 你知道我一天賺多少小費嗎 多少 多少 那時候印尼有一個風俗 連田妞州單位 我們是三個一起去的 它有一個風俗 就是要下去跟客人說 嗨 妳好 我是阿兒姐這樣子 這樣而已 它就一定要給你 就是一定要給你一個紅包 我那時候一個紅包 就是100萬噸 那時候100萬噸是多少 妳說每一個人妳說 自我介紹就一個紅包 我只要過去說 妳好 我是阿兒姐 這樣就10萬 妳就在旁邊坐一坐 她就快點紅包放在妳的大腿 就是一袋 100萬 妳問那樣看什麼 我一個晚上坐10桌就60萬了 我們的歌廳的經理 她就坐在那裡 然後後面就是那個 跟銀行一樣的保管箱 然後我們全部都有鑰匙對不對 華麗麗一來了 然後她就 把妳的保管箱打開 錢就放進去 所以我那時候有20個保管箱 都裝滿了 都是現金 對 都是現金 後來就是我再回來台灣 又繼續唱歌 繼續唱歌的時候 有一次在餐廳 就有一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就跟我們經理說 想要跟我 叫我去辦公室 然後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他就跟我說 那時候19歲 坦白講 先做得不錯 體格 阿嬤唱得不錯 他就說幫我出唱片 然後要唱八點檔的主題曲 那很厲害 那時候 他說我一定幫妳捧紅 然後還帶我到中視去 跟林家慶老師見面 對 然後就是說 然後也放那個歌給我聽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從小就很愛唱歌 然後我也很想 分了要出唱片了 我也當歌星 而且我要出唱片 而且還是八點檔主題曲 八點檔 真的 後來他講一講的時候 那些 那時候去中視 他就一個一個老師都出去了 我想 就剩下那個老闆跟我在那邊 那個老闆就說 但是有一個條件 我說 什麼條件 他說 有條件 他講得好像很含蓄 你要跟我去 講難聽一點就是 因為要跟他 可能要陪睡 發生關係 對 然後我就說 我當時很緊張 因為我才19歲 我才19歲而已 但是 我就說 我要回去問我爸爸 這樣子 然後他 他說 你不能考慮太久 我跟你說 後面有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 盡快回我消息 給壓力 我下通牒 其實我就回家趕快 我就跟我爸爸講了 我19歲而已 一定要跟爸爸說 然後我爸爸就說 我就知道這有鬼 還怎麼幫你出唱片 我爸爸就說 不要唱 結果後來 其實這件事情就粉碎了 我的個性 後來那首歌變成誰唱 後來我就 後來就知道是誰 是那個老闆嗎 後來我跟你說 真的那個八點檔 真的就是那一首歌 就紅了 那個人沒有紅 歌紅了嗎 歌紅了 歌也沒紅 那還好 但是我知道 應該那個女生 有答應這個條件吧 我要唱白歲了 因為歌也沒紅 對 人也沒紅 人也沒紅 對 但是我其實 我講真的 我們人就是我 後來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當時我如果答應了 那個老闆 我去錄了那個八點檔的歌 對 我的人生是不是 命運就改寫了 所以人有時候是在一念之間 如果我那時候答應了 那個老闆我是不是 有可能我就紅了 因為人沒紅 我比較漂亮 人家的歌不一樣人來唱 對啊 沒有 你看我就紅了 那我就不會嫁給安迪了 妳在這樣子觀賞平差 不行 湘娃姐 這個觀念是對的嗎 不行 人家湘娃姐是奮勇抵抗的 什麼怪怪的 妳現在想說 當時是我去的時候 不是 我是說 講她幾句 她可能 你怎麼不合她 有可能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聽過 那個老闆是單純嗎 我的意思是說 人的命運有時候 就是在那一念之間 我聽過有一個歌手 也是人家要像灌唱片 那個老闆說 我幫你灌唱片 我在灌唱片 灌幾重都沒關係 他說想灌唱片 就跟那個老闆走得很接近 沒有多久 唱片沒有灌出來 灌一股大肚子 灌香腸 很嚴重 灌得大肚子 不過我覺得 我當時 我沒有後悔我的決定 我覺得 我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所以我後來認識了安迪 然後嫁給一個好老公 然後現在也有兩個 兩個孩子 孩子都很乖 很好 我覺得是對的 就算妳當時 變成唱片公司的老闆娘 搞不好那個人又搞小三 有的 沒的一堆 後來又被抓去關 又跟別人 可能我早就去 他們早就去當泥菇了 想不開了 對 所以 我跟妳講 妳的每一部都是上天 給妳最好的安排 對 即便當時那個歌也紅 人也紅 但是就像妳講的 如果不是它是妳的話 也有可能變成妳歌 也不紅 人也不紅 對 不會不定 沒有 不一定他也灌大肚子